直播把9月5日训在双国家队的体制下,离南率领的中国南蓝红队圆满完成亚运会夺冠的任务,压力来到了杜丰,率领了中国南蓝蓝队身上。 9月3日,在刚刚结束的雅加达亚运会,上重夺亚洲冠军的中国南蓝红队飞抵北京,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建立书张白细林,协工作人员,到机场迎接球队凯旋,至此南蓝红队今年夏天的集训任务告一段落。 与此同时,中国南蓝蓝队仍在国家体育局总局训练局进行集训,以备战即将开赛的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。 9月13日,南蓝蓝队将客场对阵离巴嫩队。 9月17日,球队将坐镇五颗松篮球馆迎战约弹队,早在2017年确立双国家队体制时,中国篮协给球队的整体定位,便是两支队伍轮番参赛。 等到2019年篮球世界杯开打前再进行合并,今年南蓝红队的重点便是亚运会,如今球队已经完成夺冠任务,而南蓝蓝队还要出战试预赛。 按照赛程安排,2019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,即将进入第二阶段的复赛。 成功晋级的是二支球队分成一和F两个小组,在上一阶段交手过的球队,在复赛里将不再交手。 按照规则,每组前三名,成绩最好的第四名以及东道主中国队,共八支球队获得进入2019年南蓝世界杯决赛圈资格。 东道主中国队不占用出现名额,中国队被分到一组,同组对手有约旦、黎巴嫩、新、西兰、韩国和叙利亚。 由于已经在第一阶段和韩国、伊朗交手,中国队在第二阶段要打六场比赛,分别于9月中旬、11月底、明年2月底进行。 不久之后的9月13日、9月17日,球队要先后迎战黎巴嫩和约旦。 据了解,由于目前队内伤病情况比较严重,南蓝蓝队主教练杜丰已经召回了主力空位郭艾伦,加上今夏热身赛发挥出色的吴钱、胡金秋、韩德军等队员,南蓝蓝队要在接下来的试浴赛中立争好成绩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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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